太平山最棒一點就是 它就算霧氣很重 你還是會覺得很美 因為很像仙境 日本電影的女主角 嗨 大早安 早上7點02分 可是我們已經到達太平山國家生遊樂區 我們要去坐蹦蹦車啦 所以 反正就是八度啦 你們都有看到啦 真的很 好 那我們就一起走吧 好 走 終於看到了 蹦蹦車站 對 然後它的入口 這裡就有一台 給大家拍照的蹦蹦車 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往裡面走 然後準備去買票 因為 蹦蹦車它的車票都是 才當日售票 然後早上7點會開賣 是一次賣整天的車票 所以如果 像我們一樣 最主要是要來達蹦蹦車的話 就是要 這麼早到 還有一點真的是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句話真的是給我 畫中的畫面 蹦蹦車啊 它是在 太平山的滿裡面的地方 它距離的售票處 還要大概在40到50分鐘 所以就會建議大家在設導航的時候 要多留就一個小時的時間 啊 對 而且太平山這裡還有那個 蹦蹦車的即時資訊 7點30的3張 那我們回車時間是9點 我剛剛看它那裡寫是 沒辦法指定回車的時間 謝謝 謝謝 據說 我去的時候坐左邊 回來坐右邊是最漂亮的 現在出發囉 剛剛有噗噗 接下來 蹦蹦車啊 它本名叫做 山林運材軌道車 反而是用來運送木材的 原木的 太平山最棒一點就是 它就算霧氣很重 你還是會覺得很美 因為很像仙境 剛經過的那個大轉彎 那個很重要 在那裡可以拍出 這很標誌性的照片 可是因為要 踩出後面那小床上的火車 還是要跟我們一樣坐在 第一或第二點車 這樣才可以拍到後面那邊 耶 我們到了耶 拉馬的車程是二十分鐘 然後回程到那九點 那所以說我們就有大概 快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 茂心懷舊步道 然後它有上下環線跟主線 可是因為其實時間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選主線來走 這裡有一個景觀步道 水 而且走在這裡面真的是 突然間覺得我就是一個 日本電影的女主角 我覺得其實有點像那種森林哨 你就會過後期一間店 也會出現的那種場景 真的很像 美 美 就是一段丟 美 四百公尺 主線啦 只有主線而已 好 我們現在走回來 三叉路口 就是上面這裡就是上環線 然後另外別下環線 我們就下面這裡走看看 好 哇哇哇 這裡也很漂亮耶 因為剛剛走那裡是鐵道 然後現在這裡是木棧道 我車現在要過來了 你站在這裡 你不要動 你就一直這樣喔 下次再見 掰掰 然後我們現在進來的這一間 是雲海棠園館 關著我們的餐點 超美 它還有一個窗邊的位置 我覺得在這個冷冷的地方 然後有這種熱的東西可以喝很棒 因為我們等一下離開這裡之後 要去健勤懷骨步步道 好 那我們就吃一吃 趕快帶大家去看看 走 嗨 現在我們要帶大家走 全球最美28條小路之一的 健勤懷骨步道 它全長是900公尺 步行來回大約一個小時 但是它沿途風景也很漂亮 所以說就被視為是 避坊的步道之一喔 那我們忙碌碌招 那因為今天天氣有點陰 然後霧氣比較大 然後說天氣好的話 是可以看到大壩的健身 我們回到後面這邊 就最多人拍照打開的地方 因為你看就植物已經就是覆蓋上 鐵道上面 看起來是真的很漂亮 不過因為它這個軌道已經 年代久遠 所以一定不能夠去上面走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當初那個 被選回28條小路之一那個 攝影師拍的點 我覺得它有 實至名歸 我剛一直有聽到那個 蟬蟬鱉的聲音 有那個扇子一樣 有 這裡啊 從這裡這樣留下來 喔 這樣有一種 起敵心靈的感覺 然後我們剛剛拍完照 這裡就是 站著就很 很漂亮的 那個照片就可以了 那個舊鐵道就是在旁邊 它就是有一種 歷史的感覺 非常厲害 我們現在到了第二個鐵道 然後這個鐵道最大的特色就是 因為它是玄花的就鐵道 哇 這裡很像 很像一個造景 很像一個造景 就是水族館裡面 會特地做出來的景風 如果水是溫的就好了 其實美濟霧霧就到了這個木橋 旁邊這裡很漂亮 小富富 下面這個 剛走過這個木橋之後 第一座吊橋就到了 哇 這可以走吧 可以走啊 可是據說好像滿晃的 這是一個遊樂測試的吧 因為它真的就是一個人通行的路 這樣子 難怪都沒有人走 只有我們這種人想走 對 只有我們走這裡 其他人是走旁邊的路 然後這裡是什麼呢 護站鐵道 好啦 我們現在即將踏上 第二座吊橋 很長 這就是我印象中的恐怖的吊橋 就是會這樣子晃 我們來 步道終點 在後面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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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玩 通關 我們來看見 的